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接下來講的都是我們剛才畫圖這樣畫來畫去說的 我們來看 他說 眾生為什麼愛著 因為主要是愛 愛就是情愛 它就是造作一切起一切煩惱 造作一切業的動力 可是為什麼會有愛著呢 因為愚昧無知 其實就是無明 那麼無明最重要的是不知我 那麼由不知無我 懶著自我 而不知這個真理 不知世地 不知緣起 那所以 那麼如果是有落業 煩惱是不理無明的 所以叫做無明相應出 這個出是新所 那新所裡面造業的主要是施新所 施新所要造什麼業 其實是由於受跟想而有 那麼追到最前面就是什麼 就是無明 所以與愛不相理 是生死眾生的topic 所有的 所有流轉生死的眾生 包括出國二國 出國二國 三國也是 三國不來這個世界 他到五不還天 但一樣流轉生死 只是三國 只有一道輪迴 只到無色界 而且只有一次 二國兩道輪迴 人跟天 三國 二國 兩道輪迴 出國也是兩道輪迴 但是二國只有一次 人天他就解脱 那出國 可能有七次 或是一次或是兩次或是三次不一定 那所以層次不太一樣 如果凡夫呢 那麼不知苦之本跡 沒有辦法說多少次 那麼就是不斷不斷的輪迴 所以叫做長夜輪迴 那麼無明與愛是煩惱的根本 所以就是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阿含經的說法就是 無明所父 愛劫所戏 長夜輪迴 就講這個 那所以 不再生死 那一定是無明斷 愛劫戚 那或者說 無明父 愛劫戏 敢得此有事之身 有事之身就是 這個生命 這個字體 這個是由無明 貪愛 朝趕而來的 生死夜暴生 那麼大製作人把它說是 八萬重生 好 那麼因煩惱而起 夜 就造夜 造一切的善惡夜 但不管是善惡夜 都是生死有肉夜 都是有肉的 因為主要是 它是依我而有的 那如果是無肉夜 那就不遭感生死 就叫趨向解脫 那有肉夜 儘管是善夜 儘管你修戒修定 只要在由我的 這個觀念下所造的 它都是有肉夜 那麼因夜而敢果 那麼這個果 不管你就生到天上 它也 終究來講也是個苦果 後面會講到 身心自體又愛然不已 所以這個叫做自體愛 從自我愛底下 有所謂的自體愛跟後有愛 從自我愛底下 就我見 我愛 從自我愛底下 有所謂的自體愛 現實身心的自體 以及後有愛 未來生命的追求 永恆相续的追求 所以淨土法門基本上 是符合眾生的追求 生命的永恆相续 而且又不會受苦 那麼身心自體愛然不已 苦惱不了 假設你染著現有的身心自體 以及未來享有的生命 那麼你這個都是愛然的情況下 都是在我見的情況下起我愛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出離生死 你沒有辦法出離生死 所以你沒有辦法出離生死 你就沒有辦法出離苦 有我見一定會有我愛 沒有那種有我見不起我愛的 我愛一定是從我見來 沒有那種我愛 而沒有我見的 沒有 所以我見一定會起我愛 我愛一定會造業 造業一定會感遭生死 生死中一定有苦 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在緣起的政見中 知一切 一緣而起 緣起是一種理則 一緣而起 一緣而起 合合而有 有因有緣 所形成的現象 身心叫做緣生 一緣而生 那麼也就能知一切法的無常性 因為緣起是一因代緣 有因有緣 沒有那個緣 它就不起 它就不生 所以生命 生命它本身是因緣合合而有的 什麼樣的因呢 無名為因 什麼樣的緣呢 貪愛為緣 或者煩惱為因 煩惱為因 那麼造業為緣 那麼趕遭這個生死的夜暴生 所以有果報 一夜受報 叫做一夜受報 一夜有輪迴 其實是這樣 那麼假設你了解了緣起 你就能夠知道 那麼一切法的無常性 無常的 所以是不可保性的 你如果看到無常 你就能夠看到無我 容易啦 不是說一定的 就是容易從 你比較容易知道無我 因為要先講到什麼是我 我就是很常的 自主的 就是主宰的自主的 不變的 可是無常就是什麼啊 無有常 一直在變 那麼一直在變 你就不能主宰 不能自主 所以他說 是不可保性 不安穩的 不斷在變化的 這個就是苦 所以才會講無常故苦 如雜案經說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比丘問佛 那佛之前 我聽你說 你說有三壽 苦壽樂壽 不苦不樂壽 那現在 為什麼又說 諸壽是苦 那到底是有一壽還是三壽 佛就回答他 我以一切行無常故 一切諸壽便易法故 諸所有壽 息皆是苦 諸壽是苦 那是因為無常 因為無常變化 那麼所有的熱 所有你的熱 生熱心熱 即使八萬大節 八萬大節那麼慘的時間 都沒有一點苦 八萬大節過後 仍然要失去 失去那個熱 那個就叫做苦 你的熱不再保有 你就會感到苦 所以諸所有說 息皆是苦 是因為無常 所以才會講 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 那苦故無我 是因為他不能阻掌 所以是無常苦便易法 那所以一切非我非我所 因為無常所以知道無我 因為無常所以知道苦 因為苦所以知道無我 所以要得涅槃 基本上第一個從無常路 第二個從無常知苦 從苦路 無我 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要得涅槃 你一定要得無我 那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我是主宰的意思 主是自在的 主跟仆 就國王跟成名 國王是自在的 你是主人 所以你問你決定 主是自在的 是控制處理一切的 所以然世間一切是無常便易法 不可能有絕對自主 如果你可以 我是主宰 我是主宰 是自主 但是如果你能自主 你不會讓自己變老 不會 如果你能自主 你不會讓自己生病 如果你能自主 你不會讓自己死 你沒有老病死 你不得不老病死 那個就表明了 你不能自主 老病死是一切苦的代表 當然還有院政會 愛別離求不得 種種的苦 你要避苦 而不能不苦 你不想有苦 而不得不有苦 那麼這個就表示 你不能自主 你既然不能自主 那我是能自主 所謂的我是主長 是很常 是獨一 我很常獨一自主 主要的三個定義 很常是不變的 獨一 獨一是自己自己就這樣的 不是因緣而合的 自己就這樣的 自主是自己決定的 那麼你是因緣和合的 五運和合的 身是四大和合的 心是跟成是合合的 是五運和合的 身心是五運和合的 你不是 即使你內在那個我 你什麼是我 色是我 瘦是我 想形式是我 所以才會從這個地方去觀察 如果是我 那麼 所謂的我是五運 色受想形式 那哪一個是我 如果合起來是我 那不符合啊 為什麼 因為 我是獨一的 他不是拼湊起來的 他是獨一的 那獨一好 那色是我 還是受想形式是我 如果色是我 那色是四大和合的啊 那也不是獨一的 那如果心是我 那心有受想形啊 那哪一個是我 有受想形式 整個來說啦 有受想形式 那瘦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還是事是我 如果你說瘦是我 那瘦怎麼來的 瘦是跟成是和和來的 那想也是 行也是 那他也不是獨一的啊 其實就從這邊去觀察 那你說是是我 那是是跟成和和而有的 他也不是我 講一下好了 我這樣講 我用寫的你們比較知道 這個我就擦掉了 這個你們喔 如果可以 你們就回去 多畫幾張紙 多寫一下 久了你就通了 真的 我常常講 這個 這個我們學習佛法 有三通 有三通 這不是小三通 大三通 這很重要 這個其實就是法跟法通 但是你要常常想 常常這樣畫 常常這樣練 練久了你就通了 你不用看課本 實在是沒關係的 真的 你看我有時候不太看課本 那通長是這樣 我先講這個三通 通就是通達貫通 貫通 那些是最後來的 三通的 那些是最後來的 孔子 就要說 那些是在那裡 首先法跟法 法的范围很广 如果我们从这边来讲 比如说五蕴六处 五蕴是一法 六处是一法 缘起是一法 五蕴 讲身心的 讲境界的又另外 身心的五蕴六路 那么五蕴跟六路 你要守 法有法句有法义 有法句有法义 这个法里面有法句有法义 文句 文句背后有它的概念 有它的道理叫做法义 那你这个法义要理解 那么你了解了五蕴 什么是五蕴 比如说色受讲形式是五蕴 那什么是色 色是四大级四大手照色 那五蕴 什么是受 什么是想 什么是行 什么是死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写的就是这个啊 什么是受 情感作用 几种 主要是苦受热受 还有一种不苦不乐受 舍受 但只要是苦跟乐 不苦不乐 受 那受怎么来的 受怎么来的 跟尘是何何而来的 跟尘是何而生处 处去生受想吃 那那个五蕴 那个五蕴叫做色受想形式 就法医里面色受想形式 你看不就这样 那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那讲身心性命的不断的循转 循环的这个是缘起 所以你又从缘起里面 你这两个通 身心的状态通 身心是怎么来的 生命是怎么延续的 从缘起上去说 那了解了 那这三个最主要 五蕴六路缘起 最重要再讲解脱的关键 生死的真结 好 那么从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最主要的 运相应处相应 还有缘起 杂音送 或者四弟 那缘起跟四弟 缘起是一法 四弟是一法 缘起法跟四弟法 那缘起法 缘起法跟四弟法 它有什么 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也要透 缘起是素着说 四弟是狠着说 无名形式 六六出之爱取有 到最后苦 苦的原因 有应有缘世间几 那有应有缘世间灭 那五支的缘起 十支的缘起 三支的缘起 乃至于此故彼的缘起 你都要能够会通 那通了之后 那你也就知道 那四弟是什么 苦即灭到 什么是苦 什么是几 此有故彼有 那么因无名有行 因行有事 因事有名色 这个就是此有故彼有 那么所以苦的前面都是几 那老死 往前 这个都是几 都是苦因 那了解了 这个素着说 这个横着说 那中大 反正就是一个法 一个法 主要是这样 所以法跟法通 那么乃至于小圣法跟大圣法 你也能通 为什么会这么说 那之后法跟心通 那说了这个都是要做什么的 要让你明了你的身心 所以你必得向内观 了解 比如说他在讲各个人士 讲五印 那你就要去观察 我的五印圣性是怎么样 刚才我们画了那么多图 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 让你知道 你之所以苦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从哪里下手 哪一个是你的下手处 所以你 你熟悉了之后 在你面对境界起坎 起撑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察觉 马上察觉 你就思维 思考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坎 我为什么就起这个撑 佛法说跟沉是何而生处 处聚生受享是 因为苦受有沉 因为热受有贪 那么有贪要知有贪 有沉要知有沉 有贪有沉 要知其过患 有能远离 有贪要控制贪 有沉要控制沉 控制沉之后要调伏沉 要断除沉 要用什么方法来断除沉 用道品来断除沉 那这个就是法跟沉要通 所有学习的知识 都是帮助你离苦的作用 如果你学来的知识 不能让你不起了烦恼 没有办法控制调伏断除 那这些知识 无意无利 没有意义 好像你买了 你去超市 买了一个东西回来 这个东西 在现实的生活中 根本用不上 你甚至拿出来摆设 看着好看都不行 那个东西就没有意义 浪费钱 还要浪费空间 那我们 我们浪费时间 浪费心力 去追求去学习那一些 对我们一无四处 对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 改善我们的生活 一无四处的东西 没有意义 所以佛法最重要 佛陀说 佛法 佛陀说法 初中后善 有意有利 最重要是有意有利 那么修行 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 无意无利的东西 无意之苦当远离 一样 是无意无利的 所以当时的沙门 有很多无意无利的佛陀舍弃掉 但有作用的 摄取那是有作用的 对于我们的修行有帮助的 对于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提高我们的生命素质 提升我们的智慧 提升我们的能力 有帮助的 要不然你记得一大堆 这一大堆就好像你家里堆了一大堆 都用不到的东西 把家里当垃圾场 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你的法必须要能够用 在心里能够有作用 法跟心要通 刚才讲完 你不要想 我现在因为你一个人 不跟我配合 我心里面起称恨 你马上就要想到 称恨是烦恼 烦恼是毒 三毒吗 第一个一性先毒死我 我一定有毒嘛 有苦 原来这个就是苦 很生气很生气 很想骂人又不能骂人 很苦 你就会想到苦是怎么来的 原来这个就是苦受 苦受 跟成是合合生 处聚生受享之 因为苦生称 原来就是这样 那生的称要怎么办 要调伏称 一念称心起 百万战门开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理 荣述菩萨说 九十六节里面 九十六种烦恼里面 称心的毒最重 所以要先调伏称 称心如果不诚 贪爱不可能诚 贪爱不诚才行称心 那么你就会想到 你就会想到 无名所负 爱解所幸 哦我的情感作用 在升起了 我的情感作用 伴随着我的 我的情势的迷茫 跟情爱的揽着 哦我升起了成 我们刚才学的吗 你就要弄到心里面来想 你就要去调伏它 控制它 啊我现在的 我现在有贪有称 那么凡夫 我是凡夫 可是我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一般的凡夫 有贪跟增长贪 有称跟增长称 欢喜赞叹染拙建筑 不舍 我们不一样 多文圣地职 跟愚寺无法无缺无宣 法无缺无法不一样 多文圣地职 有贪是有贪 有贪调伏贪 愚致无物 Bangl 有贪 有贪不知有贪 即使知有贪 也增长贪 不调伏贪 不控制贪 那这个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法跟心就通了 所以这个都是阿安经说的 凡夫跟学佛的人不一样差在哪里 那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不苦赶快去求上帝 赶快去求圣母 佛法不是 佛法有苦就如理思维如理作义 补从哪里来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我会起承认性 有因有缘我不起承认性 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个就是法跟心通了 这个地方要练很久 但是法跟法通就要练很久了 但你要多读 法跟怎么跟法通 多吻 多听 多想 平常没上歌的时候 你想些什么 有没有把你听到的反复这边想 反复那边想 有没有把你看到的 跟你所听到的佛法结合 有没有把你感受到的 跟你所知道的佛法结合 有没有 没有那就没办法 你很难通 你都是 你都是一下子起贪心 一下子起撑心 一下子起 愚痴的心 你都是从贪通到撑 从撑通到吃 贪撑是互相通而已 那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所以佛法里面他也是有刺定 借定会 七车间 一车一车 这里也是一法一法 从一法争议一法 互相争议 互相争议 文师修互相争议 多文 卢力思维 然后法跟心通 把这个佛法拿来修正 我不是 我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收集了很多佛法 然后怎么样 然后转卖 不是的 最重点 你要能够法跟心通 法跟心通 你就有所体正 你讲出来的法是有力量的 你不是拿着书 人之出乎性本善 我回去自己读就好了 我干嘛要坐在这边听你讲 我自己看也知道 不是 所以你的生命是有体验的 你的佛法是有体正的 你说出来的虽然是佛法 但是你不是鹦鹉学语的 那个就是你的法 佛所觉悟的法 就是你内心真实了知的法 如实知如实见的法 禅宗教授跟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 你有你的气 我有我的气 虽然结构一样 但是我的气是从我的鼻孔出来的 你的气是从你的鼻孔出来的 当然是出来的气 同样一种气 同样的气息 同样的法 我们一开始说的法 当然是佛陀的 依着佛说的 可是 渐渐渐渐渐 你跟法跟心通 你说给别人的听的时候 你说的法 不是从佛那里听来的 是从佛那里听来之后 你透过自己的修学 你自己体验的 所以 正阿罗汉的人 或是正果的人 他都会有一句 不由他悟 不由他知 不是的 不是佛让我开悟的 是我依着法修学 我就开悟了 当然是因为佛 但不是佛让我开悟 不是内自正的 是这样 然后之后呢 之后 你要发布一些 要讲给别人听 这个 这个 唯谋结经叫做 无尽登法门 就是 他为他 中华汉经里面 叫做他为他说 笔为他说 如是辗转 无量百千 佛法才能什么 正法久住 才能法人辗转 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 所学习来的佛法 然后再怎么样 你所体正的佛法 你再讲下去 让还没知道的人都能知道 这个叫做无尽登法 有法门名无尽登 唯谋结经的 有法门名无尽登 那么 这个 这个 好像蓝灯 譬如蓝灯 就好像蓝灯 那么 名者皆明 就是暗的 本来不亮的 因为我自身有一盏灯 我用我灯 去点亮那另外一盏灯 那么 让他也发光 让他也有智慧 名者皆明 明中不见 这个是不尽灯 譬如蓝灯 那么 以一灯蓝百千灯 名者皆明 明中不见 每一灯都光明 他自身的光明不会减少 这个是 这个是 心 但是 就是你的心 启发了另外一个心 你这个明的心 然 把原来 原来黑暗的心 无知的心 有无明的心 变成明 所以心与心通 那你能够知道 要为众生说什么 他需要说什么 他懂或不懂 这个又更难 这个就必须要有方便到 波罗道 这个要有波罗道 这个要有波罗道 这个有方便到 那你就能够这样一直 就不断不断的 那你越来越来 越来越怎么样 越有能力 越有智慧 这个也就是 你要把佛法这样 不断的辗转传下去 比为他说 他为他说 那你要为人说 当然要让人家明白 你真的要点亮他的心灯 比为他说 他为他说 如是辗转 无量百千 那你有能力 你甚至只是对你比较好的人说 你都可以影响他 但是你要试着 你要试着这样 然后才能够像佛陀这样 那是 这个是 譬如一灯 蓝百千灯 这个是 维摩结晶的 维摩结晶的 无尽灯法门 那我们要讲的 这个是 就不讲 就讲 先讲到这里 我们要讲的是 无产无我 你看到 无产无我 涅槃 涅槃是我们所追求的 涅槃是一切苦的就近洗面 一切苦的就近洗面 彻底就近的洗面 所以又叫做 寂静 叫做涅槃寂静 就近洗面 所以叫做涅槃寂静 那么 一切苦的来源来自什么 一切苦的来源来自烦恼 就是贪嗔痴 烦恼的总称 叫做贪嗔痴 所以涅槃又叫做贪嗔痴灭 这个是因 这个果是苦 这个是果 如是因如是果 那么你一切苦 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劳病死 轮回 一切苦要就近洗面 就近就是灭了就不再有 那么必得要苦因灭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所以涅槃 从果上说是一切苦的就近洗面 从因上说是贪嗔痴灭尽 贪嗔痴尽 通常是这样 那么涅槃来自于什么 因为你一切苦的根源就是轮回 轮回的根源我们讲过了 我见我爱 有我见 起什么 起我爱 有我爱 有我爱 起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厌 受种种的生死果报 那么有种种的苦 就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先去除掉这个 那么这个断这个就断 这个断这个也会断 也一定会断 它是一体的两面 有情 所以从我来说 你要去了解这个我 所以涅槃寂静的前面是什么 怎么样才可以涅槃寂静 你必得要证得 诸法无我 你必得要证得无我 你没有证无我 你就不可能得涅槃 你不证无我 你就不可能得涅槃 那你有什么去证得无我 诸法无我 诸法就是身心 那可以说一切法 但是主要是身心 信命这个诸法无我 射受想行事无我 好 那怎么样能够证得无我 我是什么 你就必须了解 先了解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恒常独一自主 那你就去观察 这个我 我的定义是恒常独一自主 那我 我的定义是这样 但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我 就是感受到的我 我们所指的我 是指这个身心是我 身心 身心状态是我 从现实来讲 这个是我的定义 恒常独一自主 这个是从我的类别 是身心 那身我们叫做色 心叫做受想行事 或叫做心所 受想行事 所以五蕴 通常这个就是五蕴 我们把这个叫做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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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等一下下面要写东西 都写在这里 这个是五蕴 五蕴是我 这个是色 这个是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那你说好 那么色 不管是色 受想行事 都是不断在变化 身也不断在变化 心也不断在变化 它很明显是什么 它很明显是五蕴的 因为我是很长的 那我是身心 那么但是你观察 从身 从心去观察 它都不是很长的 它心不断不断在变化 那你说我 这个色是我 所以它就一一看嘛 那色是我吗 就急于我离于我嘛 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从这个我来看 那么有两种我 常见的跟断见的 就急于我跟离于我而已嘛 那从离于我里面有一个相在我嘛 那你就去观察 你说好 那假设因为根本是我见 生死的根本是我见 那涅槃的根本就是无我嘛 就是要有无我的认知 那你无我的认知从哪里来 你要去掉那个我的认知 那个就是无我 所以那你要看 那我是什么 恒常独一自主 那我 我 从它的 它的内涵来说 它是身跟心 合合的 这个就是我 那我是什么 我是身心合合的啊 那 真正我的定义 从定义来讲 从定义来讲 它是恒常独一自主的 可是你看 好那一一来看嘛 那社是恒常的吗 不会啊 从小到大 从老到死 它会变啊 它不恒常啊 所以无常故 无我 无常故 不管是社 不管是受想形式 社 生气 社不断在变化 那么受 这个受想形式 也一样在变化 心 刹那身 刹那面 一下子苦受 一下子热受 一下子起看心 一下子起亲心 一下子欢喜 一下子悲哀 那个心也不断在变啊 随着进阶 不断在变化 所以它也是无常 所以无常故 怎么样 无我 这是第一个 那无我故 无我故就什么 得虐盘 有无我 就得虐盘 好那 从它的独一来看 它是因缘和合的啊 它是因缘和合的啊 社身跟心 身心和合 才是我 所以它不是独的啊 那你说好 那身心和合不是我 是社是我 社是我 社是我 那社是什么 社也是四大和合的啊 社是四大 及四大所造啊 地水火风啊 里面有三十六种 三十六种东西呢 怎么可能社是我 社不是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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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独一的 它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缘起故无我 因缘和合的 它是和合的 所以无我 那你说 社是我 好那社不是我啊 因为 不可能嘛 四大及四大所造 它不是独一的嘛 你看不到一个独一的社啊 所以好 那社不是我啦 那社是我吗 那社也不是啊 社怎么来的 这个社怎么来的 它不是独一的啊 它是和合的啊 三十六种 三十六种东西 毛皮肉骨爪 有地有水有火有风 和合才成这个我的嘛 好 那你说那社是我 那社怎么来的 社是跟前世和合的啊 跟前世和合才有社啊 跟前世不和合拿来的社 跟前世和合生畜 有新手 社只是新手里面的一种 跟前世和合生畜 有这三个和合 社是有四个和合 所以 这是三个和合生畜 畜聚生 受想 师 受想师 都是跟前世和合合合有的 所以它也不是独一的啊 它不是独一的啊 好那你说那是总是了吧 是也不是啊 是是什么 是是跟前合合啊 是 是跟前合合 跟成合合生事 因为又跟对六九 因为事是了别作用啊 我们通常讲心意是新意是 有没有 这个就是让你们法跟法要通啊 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们通常讲心意是 一部派的解释 心 集起为心 思量为一 从他的不同的类别 了别为师 大致这里面的解释更好懂 他是从他的作用上来说 这个也是作用啊 他是刹那 刹那生命的是心 念念相续的是意 前念跟后念相续 那个就是意 刹那生命的 前念跟后念 生命不断的 念念相续的是意 所以 一心一意 心是刹那生的 但前念跟后念 是同样的 同样看这个 比如说我一心在看这个奇异品 虽然我的心刹那生命 但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奇异品 那个念念相续 前念后念 念念相续的是意 那是一样是了别 了别 了别 你所跟臣所见的东西 所意跟法 或是眼对色所了别的 是事 好 那你来看 那你说 是我 那这个都是合合的啊 色受想行 事 事是跟臣合合的啊 事是跟臣合合的 受想行是什么 跟臣事合合的 那拿来的独一啊 没有独一啊 事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因为它是合合固 圆起固 合合固 它是原生法 身心本身是原生法 所以是什么 无我 没有啊 没有一个独一不变 没有一个独一的东西啊 没有一个很长的啊 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原起固 因缘合合 身心都是因缘合合的 因缘合合的 原故 所以是无我的 所以 无常故无我 原起故无我 好 那你说自主 我的另外一个定义是自主 好 那无印可以自主吗 色可以自主吗 可以自主你就不饶 老不变不死啊 如果你可以自主 你会帮自己变老吗 你会让自己生病吗 你会让自己死掉吗 不会 所以 因为 从这个身体来讲 从这个生命本身来讲 你有老病死 你就不自主 那 从根本来讲 苦 从根本来讲 老病死是苦的代表 乃至于心里面的 苦受怨恨 这种种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 心所 那么都是 这个是生苦 这个是生苦 这个是辛苦 不管生苦辛苦都是苦 乃至于生死的苦 所以 就代表 如果你可以自主 你不会让自己受苦 所以 因为你不能自主 你才 生苦辛苦 八苦交间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礼 求不得 五蕴赤身 好 那么 你苦 所以苦故无我 所以从五场 从五蕴六路的 因缘合合 他不是独一的 或者我们把它拆开 这个是 身心是我 身心是五蕴 或是六路 合合的 或是六戒 或是六戒 所以他是合合的 那你说好 色是我 那色是四大合合的 你说受想形式是我 受想形式跟成是合合的 四是跟成合合的 都是合合的 所以合合固无我 那苦固无我 这是一种 就是直接从 直接从无常 从缘起 从苦里面知道无我 从无我就怎么样 就可以得虐盘 诸法无我就可以得虐盘 所以或者从无常 或者从苦 这有一者 诸受是苦 诸受是苦 诸行无常 从无常到无我 从无我到虐盘 这是一种 从无常之苦 就我们前面说的 因为无常故苦 因为苦故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虐盘 这是第二个 或者直接 或者直接观 诸法无我 得虐盘 或者你从苦 也可以 但苦是从无常来的 所以你要得到虐盘 或者你观无常 那么知道无我 或者你观无常知道苦 从苦知道无我 或者你直接观无我 就这样 所以这个佛法里面 佛法里面 那虐盘 虐盘主要是佛法的虐盘 佛法的虐盘 如果从阿安经来讲 就顺带讲一下 相关的尽量让你们知道 从虐盘来说 世间的虐盘 凡夫的虐盘 有世间虐盘 世间虐盘就是苦的洗面 肚子饿 我肚子饿 我吃饱了 虐盘 我天气热 我吹冷气 虐盘 热是一种苦 热消失了 就虐盘 饿是一种苦 吃饱了 就虐盘 所以一直在虐盘 这个是世间的虐盘 苦的洗面 那苦有很多啊 只要能够洗面一苦 那就有一个虐盘 基本上是这样 早上饿 吃饱了 早上就得虐盘 中午还要饿 中午再得一次虐盘 晚餐再得一次虐盘 很想睡 睡着了 起来了 不困了 虐盘 就苦 我们有很多苦嘛 总统苦 好 那么这个是世间的虐盘 外道的虐盘 一段时间的极面 外道的虐盘 这个是没有修行的 这是外道的虐盘 外道的虐盘 通常以定为虐盘 以定为虐盘 或者四禅 虫禅二禅三禅 那主要是四无色定 通常以四禅 四禅八定为虐盘 先暂时的极境 那么比如说 非想非非想定 非想非非想定 他进入了那个境界 他以为是虐盘 无所谓定 他以为是虐盘 无想定 以为是虐盘 无想定是社界的 无想定是四禅里面的 社界的 非想非非想 无所有出 这个是无色界的 很容易被误会为虐盘 这个是外道的虐盘 就是禅定的境界 心极境的境界 禅定令心极境 但是他没有断境烦恼 因为定 然后令心极境的境界 他以为是虐盘 但是他不是虐盘 这个定出来了之后 他就开始又无常又苦 这个是外道的虐盘 佛法里面的虐盘 佛教的虐盘 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做有与虐盘 一种叫做无与虐盘 就佛法的虐盘 那虐盘根本就是因为无我 这个是因为定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世间的无欲的满足 无欲的满足就是虐盘 这个是定令心不动 是虐盘 佛法不是 佛法的虐盘一定是无我的 一定要跟无我相应 一定是无我相应 所以不一样 那佛法的虐盘只有有两个 有与无与 那有与无与又不太一样 如果是如果是阿含经里面 阿含经里面 有余三果两种 一种三果是有余 四果是无余 一种阿罗汉还没入面前 未入面前 未舍抱前是有余 余有这个生 舍叶抱生 舍叶抱生 这个是无语 所以这个余到底是余什么 就不一样 他这个是余有一次的生死 余有生死 这个是不受后有 不再有生死 最后生 这个还余有一次的生死 所以余有生死 如果从余有生死来讲 三果是有余 四果是无余 如果余苦来讲 这个 挣了阿罗汉 都是阿罗汉 都是阿罗汉 阿罗汉四果 就是这里四果 四果未舍抱前 还有生苦 余有生苦 没有辛苦 这个舍抱了 连生的苦都没有 生的苦也灭 所以这个是三果是有余 四果是无余 是余有生死 阿罗汉 未舍抱前 是余有余 宜心舍抱 宜舍抱 这个是无余 是余有生苦 如果从大圣来讲 这个是长阿罕君的 这个是扎阿罕的 如果从大圣来讲 余有习气 阿罗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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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汉的无与涅槃 还是大圣的有与涅槃 阿罗汉的无与涅槃 是大圣的有与涅槃 那么大圣的无与涅槃 菩萨佛的无与涅槃 佛的涅槃才是 真正的无与涅槃 那是什么 余有习气 习气 余是余有什么 余有习气 阿罗汉没有断习气 就这样 时间到了是吗 这很快就时间到了 还有一些还没讲 没关系 下次再来说 我们看一下 是讲到哪里 我先看一下 那这里其实 我在后面再讲一下 那这里其实是重点在说 无名跟贪爱 是烦恼的根本 那么因为无常 所以是无我 因为苦是无我 所以你从这里去观察 那么世间一切是无常变异法 不可能有绝对自主 一切亦自己意愿而转移的可能 众生只是身心合合的个体活动 一切都一以应援 因缘生 因缘面 因缘合合 而众生却感 却都感到 与他对立的自我存在 从身心中 从境界中 感觉到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存在 这才表现出向外扩展 向内自我固执的特性 就是我所爱跟我爱 我所见跟我见 就变成我 我所 我是向内自我的固执 我所是一自我向外扩展的 的一种情况 所以生死不移的根源就在此 就在我见 有我见 有我所见 有我见 有我爱 有我爱 有我所爱 我爱 自我爱 那就分成自体爱跟后有爱 那么我所爱 敬见爱 分成已有的五欲的贪着 未有五欲的渴求 就这样 所以生死的根源就在这里 人间 家庭 社会 国家的无限纠纠纷 你也固执 你的我爱 我也固执的我爱 可是有冲突 你好 我就不好 我好 你就不好 所以必得要有一个人好 那么就变成有冲突 那么所以 如果通达缘起 缘起 无常 苦 无我 就是缘起 故 无我 无常 故 无我 苦 故 无我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缘起 故 我 就合合 故 无我 缘起 故 我 那么缘起 也是无常 缘起 就知道是无我 因为因缘和合有的 他就不是独一的 缘起 所以无常 那无常 就不是常的 所以苦缘起 无常 无常 所以苦 苦就不是 苦就是不自主的 所以从这里通达什么 通达无我 那无我就无我所 所以 那么就能够欺入什么 涅槃 涅槃就是什么 无我相应 就叫做空相应 如经说 我我所有 有我 有我所 那么没有 去掉这个 所以叫做我我所 我我所有 空 空就是没有 详尽的说 空与贪嗔痴 就烦恼 都是新手 空常住不便利 就是很常的 就是你空就是什么 舍掉 舍掉这种执着 去掉这种观念 错误的观念 那么你就能够怎么样 知道 如实知 如实见 无我 无我所 叫做非我 非我所 那么 知无常 无我 能够离一切烦恼 那这里说到 主要是什么 我见 我爱 我慢 那有时候讲四种 叫做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那么你只要去掉了 其实重点是 我见我爱 那么去掉了就怎么样 去掉了 就得涅槃 就因为无我而得涅槃 那么详细讲 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展 愿以此功德 付吉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大